关于不派佛教的来源 起源分派 理由是非常复杂的 大众部 后来共分裂成九部 上座部分裂成十一部 其中一位叫都子的比丘 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我的新理论 普特加罗 但是有一个固定场 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不派佛教 这样我们就知道它为什么分裂了 关于不派佛教的来源 起源分派 理由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师徒传承不同 那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分派 佛陀时代很多大弟子 他们是各自收徒的 于是就各自产生了 各自的传承和法系 我们说最开始就叫复法葬者 复法葬者其实传了三代 就没音了 然后就各自形成了各自的传承 佛灭后一百年以后 就已经形成了三伙大的传承 第一伙叫龙相部 第二伙叫多文部 第三伙叫大德部 也叫龙相众 多文众和大德众 这三伙佛灭后一百年 就是复法葬者 传了三代以后 为什么在一百年后 就会形成这三伙分派呢 是因为龙相众 他的师承传承和法系 来自于最早的持律者 幽婆理 这帮人都是戒律 持戒律的 而多文众 听名字就知道 很显然来自于这个多文第一 阿难的法系语传承 他是第二代复法葬者 而大德众 就是论师 经律论三波 各有一波人 大德众 就是很多大论师组织的 比如弗洛纳 他传承下来的这一波弟子 就是大德众 佛灭后一百年 佛教开始了 他第一次的大分裂 在他第二个百年的时候 又继续分裂了 第一次分裂 是出现了 以长老为首的上座部 和以普通僧众为集团的大众部 在第二个百年 上座部发生了分裂 这大概在历史上的公元前三世纪初 这种分裂 经历了三百多年 一直到了公元一世纪的中叶 分裂出许多独立的派别 按照义部宗伦论的说法 大众部 后来共分裂成九部 大众部 一说部 出世部 基印部 多文部 说甲部 至多山部 西山柱部 北山柱部 重九部 上座部分裂成十一部 第一个最重要 说一切有部 然后是雪山部 都子部 法上部 贤咒部 正亮部 密林山部 画地部 法葬部 引光部 说转部 第二 上座十一部 大众九部 本末加起来 一共是二十部 大众部 它主要分布在东印度 而上座部 主要分布在西部 都是以恒河为 当中下游 公元前三世纪 就是佛灭后的第二个百年 上座部 第一次分裂 分裂出两个著名的部 大家知道 上座部是长老 他们掌握的知识比较多 就是我们常说的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上座部分裂成哪两部呢 一部叫独子部 一部叫画地部 出现这个分裂的原因 其实我们在前面 谈到夜里轮回和五云继合的时候 已经揭示了有一组矛盾 就是如果人无我 那么哪个主体来承担夜里轮回 谁是承担夜里轮回的主体 这组矛盾 我们说过 是佛教不可克服 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这个矛盾 就导致了上座部的第一次分裂 其中一位叫独子的比丘 他以舍利佛为祖师 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我的心理论 也就是有的心理论 我们知道人是无我的 谁来承担夜里呢 他就提出了一个文字上的我 我叫普特加罗 说我不存在 但是有一个固定常在 这个常在叫普特加罗 中文一般取义音 如果义义的话 就叫人我 我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我 一种是人我 这种理论 是为了解决 人无我 但是什么去承担夜里 这个矛盾 他认为普特加罗 或者说人我在承担夜里 而我是不存在的 但这一观点 当时就遭到了上座部的反对 这些反对 因为大家知道 讨论的这个问题 已经涉及到佛教的最基础问题了 所以一定要争出是非来 支持人我的这部分 就成为了独子部 反对他的部分 就成了话地部 与此同时 大众多数部也分了两派 但是这两派的学说 没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流传下来 一派叫一说部 一派叫基硬部 上座部分裂以后 其中反对人我说的话地部 兵分两支 一支北上 后来形成了小城中最重要的学部 叫一切有部 他以说一切有为自己的教义而得名 向北 又分出一支 向西 进入印度西部 形成了法藏部 还有一支 进入了尼泊尔地区 形成了雪山部 化地部自此 北上就分裂成了三部 说一切有部 法藏部 雪山部 另一支 化地部南下 进入南印度 成立了志多山部 而这志多山 内部又分为了西山部和北山部两部 但是他们统称岸达派 因为当时南印度是以一个强大的王朝 岸达罗王朝为背景的 而岸达派成为了大成思潮的一个重要的摇篮 与此同时 坚持说人我和普陀加罗这个概念的都子部 也分出四个派别了 但这个四个派别可以不计 因为后来三个派别的学说就都掩灭了 即法上部 潜咒部 正量部和密林山部 最后传世的只有正量部 并且这一部也作为了都子部的正宗代表 在公元前三世纪末 大众部也开始分裂 它出现了比如出世部 影光部 但是大众部因为受限于它教徒的整体文化 所以他们在教理和哲学上没有特别大的贡献 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化程度低的人 反对文化程度高的人 他们往往拿不出整套的学说 但是他们可以说你这句说的不对 或你那句说的不对 这实际后来就形成了大成空宗的一种方法 就是止迫不利 不知道你说的整体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你这句不对 但这种东西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你光告诉我什么是不对是不行的 你必须告诉我什么是对 实际大成形成完整的哲学 仍然是从上座部的思想里头脱胎成型的 在上座部有一些高僧吸收了大众部的思想 逐渐完成了大成 他们完成的大成又叫大成有宗 而大众只破不利的这派老百姓们 就是低端僧侣们 他们形成的就是大成空宗 到达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 就是整个部派佛教经过三百年的分裂 融合争论 最终各自形成了各自的体系 终于在公元一世纪 就是基督已经诞生了五十年之后 佛教正式分裂成 大成与小成两套完整的体系 我们谈到大成和小成完整的体系的时候 就知道佛教已经经历了三次变革 就是原始佛教 不派佛教 大成小成佛教体系 而大成和小成 他们各自又分为大成有宗 大成空宗 小成有宗 小成空宗 上座与大众之间来回纠缠 各自归入不同的体系 使用不同的语言 传习三藏 也是佛教不派分派的一个原因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实际就是地域不同 是引起分派的重要原因 地域不同 当然使用的语言就不同 同的地域 不同的地理 风土人情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它差异可能很大 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僧团 那就容易分派 就是地域狗 这个肯定是容易互相咬 不派第一次分裂成西方系和东方系 很大意义上 其实就属于这种情况 外来的政治干预 或者说政治权力的干预 也是形成不派佛教的一大原因 因为在阿玉王时代 阿玉王他强行干预僧团的管理 例说是以上这些诸多原因交织在了一起 共同推动了不派的形成 就佛教不派的形成 关于在费舍离成七百节级 这次的分裂就是上座系与大众系 在南传佛教内里被视为根本分裂 就是上座系与大众系 但是在北传佛教内里并没有这种看法 就并不认为那一次是一个根本分裂 认为是不太友好 因为根据北派经典 大天五世的发生 当次是十世非法 十件事 这次是五件事 叫大天 大德大天 大天五世的发生 是不派佛教的根本分裂 简单总结一下 在佛教史上 关于不派的根本分裂有两说 南传是七百集结说 就是十世非法说 北传是大天五世说 以为根本分裂完了就分裂完了吗 错 你都根本分裂了 你肯定还要继续分裂 于是除了根本分裂之后 就是枝末分裂 根本分裂发生以后 很快 大众部又发生了多次分裂 这很显然的嘛 这文化程度低 这帮人分裂出来之后 肯定互相吵吵 所以说它迅速发生了多次分裂 大约在数十年以后 上座部也发生了分裂 就是上座部也开始发生分裂 实际上教理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从阿育王时代到佛灭后 就是佛灭以后 阿育王时代在佛灭后的一百六七十年开始 一直到佛灭后三百年为止 大概这一百五十年左右 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佛教 从佛陀亲说 就是小城时代开始的一百年 分裂成了二十余部 就部派二十余部 关于具体的数目 南传与北传记载是有点出入的 有的计十八部 有的计二十部 有的计二十二部 不过 二十余部 其实还只是指分裂的 比较有影响力的大部派 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 这些部派 都是在根本分裂的基础上 再次分裂的 所以也叫枝末分裂 就是说枝末分裂 它最先在大众部发生了 然后几十年后 上座部也发生了 大概在佛灭后二百年左右吧 所以说 部派时期 是与阿育王时代为起点的 为什么阿育王时代 作为前印度最大的 就是第一次大统一的帝国 宗教会分裂 强大的帝王 强大的国土 统一的国土 但宗教居然分裂了 其实这跟阿育王的传法运动相关 我们在简明运动史史里头讲过 阿育王推崇的叫做大法 阿育王时代 他向印度周边 以及周边国家 甚至远达罗马 都派遣了弘法的使者 拉开了佛教 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序幕 但是也造成了佛教理论上的分裂 这很显然 就是我们说的 到了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文化认知 很显然会对教理上做出改变 从时间上纵向看印度佛教的发展 是可以分成五部分的 第一个阶段 就是前部派佛教时期 就是我们说 佛灭后一百年 大概就是 公元前四世纪的下半叶 到公元前三世纪的上半叶 就是阿育王时代指 从佛陀灭到阿育王时代指 相当于部派最初的分裂 就是在他最初分裂的前期 全面分化的前期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律征 以及礼征 就是关于论的征 和戒律的征制 他就是埋下了部派分裂的影子 或者说种子 叫前部派佛教阶段 佛灭到阿育王时期 阿育王时代之后 部派佛教就开始全面分化时期 就相当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上半叶 到三世纪的下半叶 大概是整个就阿育王时期 这个时候 大众系的主要部派 就都已经形成了 而上座系最重要的部派 说一切有部 也分离出来了 那么部派佛教的主要部派 那都分离出来了 第三个阶段 就是各部派 自己充分发展的阶段 或者说自由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 是佛教理论 或者说部派佛教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阶段 所有的部派 基本上都达到了 他们理论的集圣期 比如说 说一切有部的整体经验哲学 全部建立起来了 相当于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 到加尼瑟加王时代 就是公元前二世纪前后 这又一百年 是从说一切有部的兴起 到大乘佛教的兴起阶段 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 部派佛教 这个充满生机 第四个阶段 实际就是部派佛教 与大乘佛教 双丰利利的阶段 这个时期 从公元二世纪 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 到公元四世纪 大概六百年的时间 一直到大乘瑜伽形派兴起 这个阶段实际是 部派与大乘 同时存在于印度的 自公元前后 大乘佛教兴起以后 部派佛教的发展 实际就受到了大乘佛教的制约 就是我们说 虽然他在人数和规模上 仍然大于大乘 但是大乘在宗教影响力上 已经强于部派 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 二者互相争论 互相竞争 在这个阶段里头 部派佛教仍然很有活力 转折点 发生在 世亲大师 皈依大乘 就是 瑜伽形派兴起以后 部派佛教 最后一位大师 世亲 皈依了大乘 导致部派佛教的根本 就发展出现了根本转折 第五个阶段 实际就是部派佛教 衰落于灭亡的阶段 这个阶段 实际大乘也衰落于灭亡 大概相当于 公元四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 这个阶段 部派佛教 那世亲已经去了大乘 那部派佛教 在教理上就处于劣势 一直衰落 后来 随着 婆罗门教 转变为印度教 复兴了 迅速的冲击和挤压 包括伊斯兰教的冲击 最终毁灭了 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 最终都在十三世纪 在印度灭绝了 佛教的第一次大分裂 大分裂 在学理上 我们叫做律征 就是戒律问题 第二次大分裂 叫做理征 就是我们说七百阶级 在费舍离的这次分裂 南传人为的这次分裂 叫做律征 征制的是戒律 第二次大分裂 就是我们说北传认为的 根本分裂 基于大天武士的分裂 叫理征 其实后来 因为到了各部派 戒律就自己定戒自己的 它就不存在律征的问题了 所以以后部派 所有的分裂 都是基于理征的 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